早餐 我不曉得以前我沒有習慣吃早餐 後來有習慣吃肉 我覺得人的精神真的比較好 對 會比較好 對 而且早餐如果你吃得非常非常多 吃炸薯條都不會胖 怎麼可能 真的 你早餐吃得非常豐富很飽 其實真的很不容易胖 對 你們這種沒胖過的人講這種話 有說服力嗎 對 人真跟他兩個人就是說服力 對啊 一整天的時間可以消耗熱量 所以可以盡量吃 他們說的真的是真的 你知道嗎 其實2014美國營養大學出了一個期刊 其中有一篇就在討論 就是說我一樣都是來做減重 家庭主婦兩群都來做減重 而且都用地中含飲食 都是很健康的飲食嗎 對 可是一組就是我的早餐到中餐到下午的點心 在兩點之前攝取量是70% 然後另外一組是55% 就會發現兩組都一樣都有變瘦 可是你會發現這個吃早餐 那個整體比例比較高的那一組 瘦得更明顯 而且胰島素抗主就會下降的會更明顯 意思就是你未來得到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就會降低了 真的 所以我們剛才不是在說 就是不吃早餐就會得到心臟病的處處嗎 對 就是因為我們認為 在醫療認為 你得糖尿病的風險就等於心血管疾病了 沒錯 對 所以你看他胰島素抗主下降 就會得到糖尿病相對就會下降 對 那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就會跟著下降 對 而且也比較不容易胖 對 是 那很簡單的道理就是 你如果早上空腹不吃的話 你的血液的血糖會降低 對 但你還是需要能量 人本來就是需要能量 你要做很多很多的活動 而且大部分的活動都會在白天的時候進行 對 可是你要能量怎麼辦 你就會從高油脂的食物裡面去攝取你的能量 對 所以你就開始變得比較不均衡 你裡面的比較 比較 那個應該要得到的健康的糖 這件事情是比較低的 對 可是你的不健康的那些油脂的東西 就會比較高 對 那當然心臟病啊 中風啊 甚至跟剛才婉萍講的糖尿病啊 還有膽結石都有相關的研究是有關的 婉萍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像元甄她吃完早餐就回去睡覺 這樣好嗎 其實未來就是要注意 胃食道逆流啦 對 因為其實 對 因為其實 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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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有時候就是比較年輕的時候 那個閉鎖就是我們食道到位的 那個閉鎖的狀況還比較強 可是如果說你這個行為一直很長的話 就是到了一定三四十歲以後的人 尤其邁入要四十歲 很多人那個胃食道逆流 這樣的行為很容易非常容易 亞萊那你還是吃完撐著好了 不能睡 不能睡 撐住 那請問一下營養師 我們早餐要怎麼吃 才能夠避免這一些 剛剛講的慢性病早上 其實人體在六點七點的時候 五點到七點了 差不多就是膠感神經 跟副膠感神經 要做交換的時候 那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膠感就是讓你比較興奮 處在戰備的一個狀況 那副膠感就是讓你要睡得好 溫柔的這種感覺 而且比較舒服的感覺 對 那我現在要從就是沒有力氣 要到有力氣 你總要在有力氣的狀態 要給它一點食物吧 是 它都想要有力氣 但是你不給它食物 對 它就沒有辦法 所以接下來 那要給什麼東西才會有力氣 對 就是 因為你一整晚 其實你就會在慢慢慢慢 進入低血糖 血糖低以後 人就會昏昏的 對 然後我們腦部唯一能用的 其實就是 而且是這個 顴骨跟筋類 釋放出來的好的糖類 所以我就主張就是 一定要吃顴骨跟筋類 譬如說像我們家有時候 就是吐司 我把南瓜米先做好 就是抹在吐司上 然後再放一點起司去烤 其實很簡單 或者是譬如說 我就用五穀米有沒有 就是做成的 就是先蒸好 第二天早上就用米 那個調理機 就用打成果汁機 那我剛才不是說堅果嗎 那你這個時候 就可以加一點堅果 或者是有時候 我就會加一點黃豆 所以主要就是強調 就是說 顴骨跟筋類 加上一個優質的這個 奶製品 或者是 黃豆製品 豆漿類都OK 因為其實早上你不太可能 真的吃到一塊肉 其實不容易 如果外面有 可是我個人是覺得 就是那種連鎖店的肉 不放心 對 就是尤其最近 不是從煮肉出來嗎 對 我想大家可以再更重視 你們現在吃什麼也不放心 對 對就會比較淡 因為你知道 譬如說你看 顴骨跟筋類 就是地瓜嘛 便利商店有嘛 也是簡單的 便利商店也會有這個無糖的 或是低糖的豆漿 這個都是好選擇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用這個方式 來做組合這樣子 對 好 那除了飲食習慣以外 為了解決現代人的各樣的需求 很多的工具用具 就應運而生 對 這些工具用具 是帶領我們進入絕命終結站 還是帶我們脫離絕命終結站呢 杰林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個習慣是什麼 就是你會用電鍋蒸煮保溫食物嗎 人家說那一鍋在手希望無窮 不管是飯 菜 湯 通通可以幫你準備出來 尤其人家說好像是大油炒 然後或者是油炸通通都不好 所以相較之下 電鍋好像用起來會比較安心 所以電鍋一方面 現在有人就是可以拿來煮菜 對不對 可是像我記得小時候 媽媽都很喜歡用電鍋保溫 對 很多食材 我們放學回家的時候 媽媽都說去變那個電鍋裡面 就是拿自己的飯菜對不對 是 好 不過因為現在大家 越來越有健康的概念了 所以用電鍋的話就不會有那個 媽媽不是油炎會容易致癌嗎 是 所以也要問一下三位來賓 是不是現在也確實會用電鍋 來煮飯菜或是保溫呢 來 1 2 3 請舉牌 應該都會吧 對 所以亞蘭使用電鍋的頻率很高 還滿高的耶 我幾乎每天都會用 因為我早上有時候也會吃包子 然後有時候像我老公 我煮麵給他 他還來不及回來的時候 我就會放在電鍋裡面保溫 那你會用電鍋來煮半菜嗎 以前會煮飯 但菜比較少 因為電鍋蒸出來的菜 不好看 有一個味道 黃黃的魚 而且有一個味道黃黃的不好吃 對 好 那Junior都用電鍋做什麼呢 我會 譬如說蒸雞胸肉 然後做青蒸 做蒸魚 因為電鍋是很容易蒸魚的東西 你把魚放進去 稍微醬油弄下去 然後蔥花蒸出來很好吃 對 對於未婚的男生來講 是非常方便 對 然後減重的時候 蒸雞胸肉也很好處理 你不要看電鍋 電鍋是所有的留學生 出國的時候 每一個人 必備鍋 而且其實電鍋是 你真的到了國外 電鍋還可以拿來炒菜用 對 你把它開了之後 其實是可以炒東西的 對 它就像鐵板一樣 對 對 還上點油就可以煎肉 但是我倒是知道很多 就是演藝人員可能去 就是比較遠的地方工作的時候 都會帶著電鍋 很方便對不對 很方便 好 所以人針也會 對 我是因為 微波爐的操作上 比較困難一點 它有那個 用什麼保鮮盒 有些可以微波 有些不能微波嗎 有些盤子有什麼銀條的 不能放進去 或者是蛋不能在裡面 微波會爆炸 所以媽媽叫我改用電鍋 所以那你都用電鍋做什麼 電鍋我就是 沒吃完的便當 我會先放在裡面 因為可能中餐跟晚餐 大概五個小時 我不想冰到冰箱 再退冰再用熱 很懶耶 會啦 就持續保溫就對了 餓了隨時也有食物可以吃 所以我就覺得電鍋很方便 有的時候我們出去拍戲也會 早上出門前 就把那個雞肉丟一丟 放到電鍋裡面 回來就熱 回來剛好它還保溫著 就可以放溫了 那到底誰才會越來越短命呢 請問一下營養師 因為電鍋我們已經用了三四十年了 尤其是在蒸煮保溫 這個功能實在太好用了 那這樣的話 我們也沒有用炸的 應該可以讓我們遠離 絕命終結戰 對 用電鍋來保溫 絕對會邁向絕命終結戰 不能保溫 對 你們這樣怎麼各取大銅 你們從小用大銅電鍋 真的這麼可怕 我們可以對得起它來用它來煮 但沒有建議它用它來保溫 保溫不行 可是你看我們行為就是保溫 對 所以今天三位都各得一票 哈囉 為什麼不能保溫 Junior 你好渴 因為其實我們應該來看 就是說 當你這樣子很容易就會吃進一鍋 都是菌的食物這樣 為什麼 可是它一直在熱的狀態 是啊 其實我也很困擾 為什麼你們會這樣想 因為當初設計完這個題目後 我在想說 這怎麼會有人這樣子做呢 後來我發現還真的很多人這樣 很多 晚上會 真的很多 因為我在這邊 我們就從食品學 食品加工的這個邏輯去講 對 其實我們溫度到達這個100度以後 開始就叫做殺菌 其實90度以後就是一個殺菌 可是當溫度掉掉掉掉掉 掉到60度以後 它其實就是細菌 剛開始要滋長的一個高速 不是已經殺菌過了嗎 還可以再長 對啊 事實無所不在 可是如果我們沒有去動它的話 哪來的細菌呢 細菌它其實某個程度 它只是 就是部分滅菌 可是它不代表全部 有些菌很耐熱 它只是變成包子的一個狀態 所以它等到某一個溫度以後 它就會又開始活化了 對 所以就會變成 你說泛用這個電子鍋 還OK 是因為它其實基本上是澱粉 所以它沒有那麼的容易 滋長細菌 可是比如說像雞胸肉 這種很營養的東西 你把它放到電子鍋裡頭 慢慢慢慢 尤其是雨 它那個真的其實是會壞掉的 就是細菌是會長出來的 Jr 你三票了 而且又針魚 等不知不知 我好看今天大家看得到我 所以 所以越來越瘦了 我們要珍惜 我們要珍惜 所以就是要注意就是說 測這麼多菌 我們就要小心腸胃會發炎 對 就是一些不利的 一些腸胃症狀就會出來 是 那請問一下王老師 除了剛剛雲老師講的 這個因為保溫 而產生的細菌危機以外 聽說電鍋的材質也很重要 材質其實是一個 最傷身體的東西 怎麼說 因為電鍋裡面 我們可能都還會再放一個鍋具 進去保溫對不對 對啊 一定有的 對啊 可能會有鋁鍋 鋁鍋如果是刮過的話 可能會有 所以 十年前 十年以前的 全部都是鋁鍋 對啊 真的啊 但是現在你放那鍋進去的話 你還是不知道你的材質啊 你只知道說 你要保溫啊 對 但你不會直接把食物 就用一個盤子 你可能就是整鍋這樣放進去 對 悶在那邊 結果鋁全部都釋放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很危險 第二個 有一些鍋具 它號稱是不沾鍋 不沾鍋也不行耶 對 不沾鍋因為它會有 辛酸這一個東西 所以它會自癌 你放下去保溫 對 沒有錯 你放進去保溫 它就會自癌 那 人家就說 那我放不鏽鋼總可以了吧 對啊 不鏽鋼還有的挑咧 Junior健康拉緊報 盡準備寫下孟志明 你洗完頭 會用吹風機吹頭髮嗎 一定會推開 我們非常惋惜的 把這一票還是給了Junior 所以 你們 我們有換杯 我們沒有換杯 我們有紀念杯 不是 對啊 其實有一個 慕智明科在上面